雲南硬碟部分呢建一個表單 我想這個建表單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試試看這還蠻簡單的他已經都幫我們做做好了 然後我只要送出把這個這個答案 我們來看一下統計21位 可能幾位同學第一次沒來 然後呢顯示回應摘要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 第一個是為什麼會來如果得知本課程看一下 百分六十二同學最多從 勞工大學網站上看到 所以我們這個班有六成二是 然後網站所以然後那有網站算下來他的效益還蠻大的 因為現在 勞工大學本本來是都要就是來排隊 所以我印象中很多年前 大家還要怎麼凌晨兩三點就來 排隊 那現在就直接網路上報名了其實方便很多 那還有再來第二個是本來救生有 兩成那是9%的 還有從親友介紹的 一層 網路上來的 有一層 OK 另外的話 自我簡介 等一下 再看一下 那電腦程度部分的話 百分之五十七 大概六成左右是集中在中間的 五年以上的 然後有五位是高階的 有四位是入門 所以如果你是入門的話 可能你要花一點 比人家多花一點時間 回去多多做 然後多看那個我線上的影音 那如果你是高階的話 很怕就是說你可能 看有沒有其他的東西 或者說補充一些東西各位在做練習 或者把我前兩個學期東西再看一下也可以 好那再來的話希望上課以哪部分為主 百分之最多是入門解說 包含那個Java基本語法 這部分的話 比較多同學 多了 希望 多了解這部分 其實我們這個學期的課程也是補足 前兩個學期的補足 所以有些同學 在Java上面比較不熟的 那我會多多 做說明 還有範例部分 這是占第二個 基本的實例 那我Enjoy 我上課的特色就是盡量 理論會講但是不會講很多 比如說我範例裡面有講到 我才會帶理論 我不會一直講理論 因為一直講理論 其實對大家來說是 有時候負擔還蠻大的 因為你不懂還是不懂 做一次你就知道 原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會以範例為主 然後再來做解說 另外再來就是說 正常有解題 比較少 有40 這我可能要看一下 不知道同學在寫什麼 那主要就是這兩個 所以基本上 還是以那個 大概一半 大概 Java一半 然後 Android一半 OK 再來的話 曾經上過課程 我最多的是 看起來是資料 SS 所以大家對資料 也不陌生 那再來的話 其他有像 VBA也有 還有像什麼 VB.NET ASP ASP.NET 這邊也蠻多 OK 那有四個同學 有上過 這個 Android 部分 所以看起來 大部分同學都還沒有什麼樣的 Android方面的基礎的比較比較少一些些 那選課動機呢大部分都還是 自我成長 所以大部分同學是想要自己可能跟工作沒關係 但是想要多學練 然後興趣 很喜歡追求新的技術 OK然後 但是班長 有兩位同學 那就剛剛好 那這兩位同學我等一下再看一下 太好了 因為前一個班實在是沒有 沒有人願意當 所以呢 沒有人願意當 我就 再要去設計上 我就再弄一個東西 好吧 來線上投票表決 現在那些是蠻麻煩的 OK然後呢 學習動機 興趣 主要 這個這個有 剛剛已經有講過 OK然後未來應用的領域 比主要是在 在城市開發工作 我一半的同學 所以蠻多同學對那個城市開發工作還蠻有興趣的 其實這部分也蠻缺人的 我不知道 其實這個一直都很缺人 一直也找不太到人 那薪水待遇其實都還算不錯 都一定的水準 說真的 我大概 問一下 畢業之後 或者是一些 學成之後去 找工作的狀況 大概都有 大概都差不多40K 至少都是 基本的起薪行情 所以 但是 之後的那個 就是調 調薪的 這個 這個幅度也還蠻大的 就是看他的那個 這個這個 這個狀況 然後是否有 智慧銀手機 只有一位同學沒有其他都有 哇那在 反正95 所以佔有力相當高 在 跟前兩年比起來的話 簡直就是 變化太快了 在 前年大概是 反正30 左右 去年大概已經大一半了吧 今年就95 那明年的話恐怕可能超過100了 可能不只一個人可能不只一支手機的 都有可能 而且大家一直都在換手機越換越高級 這個 這個產業其實很特別 所以你可想而知呢 大家 可能東省西省 但是但是在這個部分好像都 還蠻 蠻願意 投資在這一塊的 OK 然後在 對 Java的 這部分 哇 百分 剛好是這樣子 月上面的沒有 十分熟悉的零 所以可見得大家對Java還是很陌生 那Java這個領域的 如果你陌生的話你要選 就會比較痛苦一點 OK然後其他的話呢 就一部分 95%會裝App 所以大部分同學還好都會裝 剛開始可能很多人 連怎麼安裝App都不知道 那現在應該很 很很很清楚 然後呢會把那個 APK檔 APK就是一個 App的安裝程式 你可以放在你的 你的記憶卡裡面 那直接就可以在你的手機裡面安裝 那這有一半的人 大概43的同學會 那會刷機的就很少 Rooter的也不多 那其實Rooter就是把你的那個什麼呢 你的權限 變成管理者 因為很多時候你的 權限 他預設是一個使用者 你如果不是管理者 你很多 你很多事情是不能做到的 因為如果你不是管理者的話 你比如說你要刪掉一些 像 比如我買來中華電競 他會放很多什麼App在裡面 或者什麼服務在裡面 你要把它刪掉都不能刪 因為你是使用者 你沒辦法刪 還有好像還要裝一些軟體 有些軟體要裝進去的話 他也要是Rooter 才能夠運作 如果你不是Rooter也不能運作 所以Rooter還蠻好用的 但是大部分 我看 看起來只有14%的同學 知道什麼叫Rooter 對所以當然Rooter就是 他是一個進階使用者才會去做的動作 大部分同學 大部分人還是不會去做Rooter的動作 可是 你說 啊 像智慧你手機好了 他的生命週期其實很短的 大概你可能 大概一年之後你大概就會想要換手機了 可能你還 還沒有 可能有些時候已經過了保固期 反正你沒有保固也沒關係 你就把它Rooter了 對不對也沒差了 而且Rooter其實 坦白講起來也 也還好啦 他也比那個後面那個什麼呢 刷機來的 更沒有風險 你刷機刷不好 就會變成 俗稱叫做磚頭 所謂磚頭就是 他完全不會開機 都沒有反應了 那就要磚頭 磚頭的話 你就送回那個HTC 或者你送回原廠的話 他會給你收費用 因為他整個韌體都已經都毀損了 完全無法開機 當然刷機其實蠻好玩的 因為你刷完機之後 你整 整個手機就會是一個 最佳化的狀態 可能你的速度整個就暴增 一下子 那個速度就變飛快了 因為 就網路上有很多叫做神人級 你如果在爬文都知道有很多神人 不知道哪裡來 他就會幫你去 產生一個那個韌體 他已經最佳化 本來不行不能做的速度很慢的 一下就變得很快 本來你沒有辦法刷 可能你本來是2.3的 你就可以刷成4.1 如果你本來4.1有4.2出來 你可以刷成4.2 那你就要去找 其實這個其實蠻花時間 但是呢這個也是算是一門技術 就跟那個 PC裡面 就是我們早期那個 你們應該有上 不知道有沒有上過一門課 硬體裝修 有沒有 硬體裝修 其實道理也是這樣 硬體裝修裡面在學什麼 組裝電腦 然後呢 灌什麼 灌那個作業系統 灌作業系統在 很久以前 幫人家重灌還有錢嘛 對不對 現在好像還是要錢 對啊 可是很多年以前是 很好賺的啦 現在可能沒那麼好賺了吧 因為很多年以前大家都不會啦 但是現在大家都會 那其實 這個刷韌體 也大概類似 跟那個 硬體裝修裡面的 床灌作業系統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會刷韌體的話 等於你就是 會那個智慧型手機的 這一塊維修 你也可以去找維修工程師了 因為維修工程師在做什麼 就是要幫人家做這些事情的 所以 這個產業很多啦 那因為 PC的出貨量很少了 所以 維修工程師 慢慢工作會越來越少 然後呢 取代之的話 智慧型手機的 維修工程師 會變多 所以如果你們 想要 轉換跑道的話 你會發現你可以去往這個方式 所以你可以去開一個小小的店面 早期我學生也是 開維修 維修這個電腦 他也可以 可以生活的 可是慢慢的按景氣不好 但你可以可想而知 你現在也可以開一個 小小的店面 專門就針對 智慧型手機 平板 平板電腦 你剛剛可以做銷售 你也可以做售後服務 你說有沒有利潤呢 其實還是有的 利潤很大 為什麼 因為現在 每個人手邊都有 但是壞掉怎麼辦 找誰 去哪裡找 找不到啊 對不對 所以你開個這個店我想應該 生意應該不會太差 OK 那再來的話呢 還有一些開發的 會不會自行開發 環境的建制 那這個我想 在那個前面兩個學期課程我有講過了 還有這些相關的東西 OK好 那其他大概類似像這樣 就是 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那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們同學裡面 對於那個 這個這個 班長 對班長有興趣的 等一下再調出來 是否 有意願的 這位同學 這位同學 班長 這位同學 看一下 陳 陳高偉 OK 好 然後還有 一位 那這樣比較比較快一點啊 直接就是把這一位 林垂心 是 你們兩位是不是 OK那你們兩位認不認識啊 不認識是不是 那 那怎麼辦 誰要當班長 誰要當 那不然的話就 我看就是 陳高偉 你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喔 喔 你就幫忙 擔任班長工作 然後 喔 大概 可能 的話 看你們需不需要做團體購書啦 因為 我手邊沒有參考資料做真的上幾課來的蠻辛苦的 像那個 禮拜一喔同學 來上課好請坐 請坐 OK 他 剛剛還 上課的時候還來啊 他說 因為我還沒有把那個影片放上去 他就很擔心 他回家就馬上練習 他的工作剛好是就是維修電腦的工程師 所以我想 我想他應該有 也想要 轉換跑道 喔 再來一位同學是 林 垂 欣 喔 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他是我們學姻 OK OK 好那這樣子我們很快的就完成了這個 這個流程 那頂多我就 喔